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批人床成了那么多年以后用剑写的 用纸写的都没有了 浮浪了 所以就唐太宗李世民挺喜欢书华 他就想方向西瑟华把王岐柱那个狼亭戏骗到手 就命几个大臣淋写 就用正本放在底下 外边用长丝纸挺薄的 在上边 用小笔来勾 勾了以后外框勾出来 然后里边再填墨 出生于书法师家的张宝生 在家人鼓励下自幼练习双钩书法 我从五六四董事 我妈妈带我上爷爷 老爷家 我看上我老爷写的花双钩 我就喜欢上 她开始学了 塞着钩 看上什么字 我都钩 越讲当越难写 因为每个字都有个气势 有个味道 硬味 墨韵 笔画多呢 她的紧臭 她的好看 越讲当的笔画越难写 就这样 经过对大家名帖 年复一年的临摹 张宝生终于练就了一手脱影双钩技法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书法风格 以前有个造字法 就是这样 从这个房间 弄一个灯 另外一个房间挺黑的 从那个灯 影照过去 一照过那边就有一个影 灯光弄一两字就小 弄近两字就大 这叫影 我们现在叫拖影双钩了 你写熟了就不用灵了 作为自己的体 像我这个 都是我自己的体 因为我看得多了 那个名家看得太多了 是这样产生着自己一个体 双钩呢 就是把毛笔字 用毛笔字的外框写下来 构成一个字 外框写出来 我现在写如意两个字 就什么叫多分笔双钩 什么叫一笔双钩 创作双钩书法大半生 在张宝生看来 要传承作为国粹的书法艺术 最好的方式是在传序中创新 近些年 他通过将双钩书法 与其他艺术形式的巧妙融合 创作出不少新作品 我除了传统双钩作品之外呢 还创作了好多小品 就是把人名 把姓写在后边 把名写在前边 就透成了一个图案 好像在图上拿着两个作品 然后呢 我身后这个笔字 笔寿齐天 在港生活多年 张宝生中爱香港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 更深谙香港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新定位 近年来 他处在香港举办展览 进入大中小学校推广双钩艺术 还远赴美国 亚洲多地举办书法展 与当地艺术家和民众切磋交流 将中国传统艺术推广到世界舞台